我练习另外一个题目 假设底下这个资料 比如说上面这个抓下 然后底下也希望说帮我about 20 这个地方底下这些字 我希望可以帮我把它下载 并且存档 存档档名的话也许叫about.tst OK 因为前面我们练习是存成csv 那其实以后你要存成什么 只要是存文字就点tst就好了 那怎么做首先一样 所以其实以后你要爬资料 有固定sov 第一个很简单 所以我很强调就是说 你们要熟悉按右键检查那个动作 那当然检查 你可以放右边 你也可以放下 我刚刚是放下面 我是建议这个网页 放下面可能比较OK一点点 因为主要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这个解析度是4比3 是旧的 这个荧幕是旧的解析 所以它变成说它的宽度不够 但如果说有新的荧幕的话 右边OK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现在 所以以后你们可以自己看状况 所以这边第一个 报纸我想知道说 这个资料到底放在这个网页里面的哪个标签里面 所以第一个重点是标签 第二个是类别 如果有标签跟类别的话 那就很好解决了 所以我习惯是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按滑入右键 检查一下 OK好 好 我是放下面啦 你放右边如果你宽度够也没关系 不用调 因为这边三点点这边是可以调那个 左 右边跟它的下方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资料 这一块 然后它会显示在哪里 显示在这里 这一块 只是说它现在的状态 它不是显示 我刚刚是那个浅蓝色的 然后有时候会变成浅灰色的 不过没关系 反正就是大家的状态 那接下来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资料在哪里呢 其实它主要 它是放在这个P里面 这个段落 所以这个段落 你还可以再把它点开来 有没有 它这个前面有个箭头 有没有 三角形这个 你可以点它一下 它可以怎么样 再把它展开来 有没有 然后再点一下 它收折 所以慢慢可能它习惯一下 因为我已经用很习惯了 所以哪边有机关 我都已经知道大概在哪里 为什么我知道 看球的习惯就 因为可能你们刚开始看 眼睛会比较滑 因为功能怎么这么一大 不过刚开始 你只要知道我讲的功能吧 大概就够了啦 其他至于是什么 你先不知道也没关系 因为你如果假设每个东西都要知道之后 才要做的话 那永远没有开始做的一天 有很多说老师我很多东西不知道 那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敢动乱动 因为我怕会出错 那我看你永远没有开始的一天 因为 就连我啦 我也不敢说我每个功能都熟悉 那我怎么 我只要先知道我自己要的就好了嘛 对 那 我不知道 我暂时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我知道那些干嘛 反而 就像你们家的一些3C产品好了 你有每个都那么熟悉嘛 对 就像你家电视 你每个地方都很熟悉嘛 你也播 不一定知道嘛 你如果不熟悉怎么办 说明书拿出来看一下 翻一下嘛 对不对 就像你的车子也是这样 有那些车子 哇现在车子做功能那么多 你怎么可能每个都知道 对不对 OK 这有的时候啦 反正 一边做 然后一边了解 有问题可以问也没关系 可以讨论嘛 所以你们问的问题 我有些地方暂时还不知道没关系 不过我也可以 至少可以找一下答案 OK 好 所以第一个 我点开来 你会发现 它是包在一个P里面 有没有 P的话我讲过是一个段落 然后外面是包一个什么呢 DIV DIV其实是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的话就是这一块 另外这个范围呢 其实有点像那个Word里面的那个什么 文字方块的意思 有没有 那字放在里面 OK 那里面有个段落是P 那这个P其实跟那个什么 反邪性N那个很像 有没有 一个一个换行 OK 那这个DIV 所以你会发现 当然如果你现在 假如说是抓P的话 那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网页里面一堆P 你如果找到的话 可能不止一个 所以你可以往上再去 在外面一层 外面一层叫什么 叫DIV 所以你可以把DIV 那它class刚好是什么 这个Custom 有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到底那个Custom这个 这个类别 在这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几个 因为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那如果用Findall 如果我怎么知道是第几个 如果是一个 那我用Find 有没有 那如果多个的话 那我用Findall 而且我还知道说它第几个 如果我说它第几个 那我就可以用Findall 算第几个就好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这也是我 自己习惯的一招 那我怎么找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个你可以把class名称 这个点两下 Ctrl-C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善用 在这个画面上面按下Ctrl-F Ctrl-F是什么 Ctrl-F就寻找 有没有 其实就有点类似 我们写的程式是 那个Find跟Findall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Ctrl-C有没有 然后在Ctrl-F 它会帮你把这个名称 放到寻找里面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出现 你的右边有没有 它会告诉你说 有几个match 有没有 在这个网页里面 冤尸妈里面 有两个match 意思就是说 其实有两个 class名称是这个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第一个 其实有一个方法 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match 有一个上 有一个下 有没有 那很简单嘛 你就按向下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时候会告诉你 第一个就是这个 有没有发现 总共有两个 那我们目前这个在第几个 这个嘛 在第一个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用Find OK 那你想 那你会后期说 第二个在哪里 第二个向下 有没有发现 第二个的话 其实它刚刚有一个闪动 其实就是这一个 就这一块 所以 这个应该是custom第一个 这个的话 那是custom第二个 那不管 反正那个第二个就跟我没关系 我要的是第一个 而且我讲过 如果第一个的话 用Find就可以了 所以 接下来程式你应该有个构想 前面都一样 所以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刚刚写过的程式 直接贴过来 有没有 然后呢 改一下 所以把刚刚的这个程式 其实就是这一段 上面前五行 Ctrl C 然后贴开一个新的 把它贴过来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的话就DIV 这个后面这个就是改什么 改那个custom 所以你就把这个custom 这个Ctrl C 然后呢 把这个custom贴上 有没有 贴过来 因为我要是第一个嘛 所以我就不用Find All 有没有 然后直接Find就可以 然后因为不是Find 所以它 我就不用this去接它 我直接print出来看看 我把找到的这个东西 如果它print出来 假如就是这个里面的内容的话 那表示应该说就成功了 OK 实验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边出来的 就是我要的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标签 所以我再加一个什么 .test 里面的资料 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我要的 有没有 得到的 不过还有衍生性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会发现 前面好像有很多空白 其实网页里面很奇怪 你下载东西 前面跟后面都很容易有一些 多余的空白 那假设 顺便教各位一个方法 如果假设你前面有空白 后面有空白 没关系 你只要再加一个函数 点 叫做strip strip的话 加小瓜糊 这个strip的话 主要的作用 就是去除前面的空白 跟后面的空白 OK 那这样的话 把它strip掉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空白不欠了 它就自动得到的就是没有空白的文字了 所以你会发现原来这么简单 加一个file 然后得到 所以刚刚那一招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因为我平常也会这样 Ctrl F 有没有 先 假设我要找它 对不对 点两下 Ctrl C 然后再Ctrl F 然后把它 它会自好 会带过来 如果没带过来你就贴过来 然后你就用寻找的 看一下它是不是第一个 如果它是第一个的话 那其实应该就file 如果不是第一个没关系 你用file 然后看它是第几个 一样可以找到 OK 那找到之后呢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它存档的话 存档很简单 如果我要把它存成about 那就是把这个字 所以这个东西 我就先把这个东西 先帮我把它存成一个S S等于 这个里面的东西 然后存档就是那三行 其实那三行 我建议你干脆拿它来当范本 这个拿来当范本 贴到底下 最后一样 它存的名称叫About 20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About 然后呢 副档名记得点 不是csv 点tst txt txt 这样子 有没有 存档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点doc 它就用握的开 OK 那如果我们用存档 right出去 这样子跟各位讲 就完成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三行 就刚刚那三行 只是改一个档名 OK 那上面这个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那个file 因为file得到的话 它不是串列 所以不用跑回圈 它得到的 也是一个文字 那我就把它放在s里面 然后呢 直接把它write成到about 点txt 那最后把它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有了 那我可以看一下 我根目底下 有没有about 有 有没有这个档 然后把它点开来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网页中写 然后它就被存档下 所以以后 假设你在某一些网页上面 无论是它是上面的表格资料也好 或者上面的文字资料也好 通通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把它下载下来 甚至还有同学 前一期的同学 他说 老师那上面还有很多土档 那土档我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 当然也是啊 而且方法大致上雷同 不过复杂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这个也许我们后面再来看 就是假如说 我们有土档需要全部把它下载的话 那这个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 我们云端白板上面的 0609这里 0609 批示 爬取那个什么 网页的土档 并且存档 比如说我这边有个例子 就是 这个 考生 考生见证 不过 他网页资料最怕一件事情 就是网站改版 因为网站改版 你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啊 你不要动哦 以后我要抓哦 你如果改版了 那我要重写程式了 因为它规则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 TQC 这个官网永远不要变 官网上课 如果下一次它变的话 下一次我要再找别的范例了 OK 没差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土档 比如这边有很多土档 那这个土档 总共有六页 那以前如果说 老板 你通通帮我把那土档通通抓下 并且存档 在一个corder里面 一个资料夹 那你 假如每天都要做这个事 你其实每天都要按右键 有没有 然后把它另存心 在土档 然后再一直塞扣 那它很浪费时间 可是也没有什么方式哦 可以直接执行一个程式 它就自动全部下载 并且帮你存在一个资料夹 你打开就全部都土档 哇 那就方便了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那这个地方 我写一个这个 OK 不过我应该理论上 之前RUN应该OK 程式也不多 大概程式就是跟刚刚一样 那后面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那个 练习 就About Us 先存档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About Us 这个的话是在 云山白板的第 八页的地方 后续在解析原始 HTM原始码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会 节省很多力气 OK 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 后面 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网页 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 其实应该大家也不陌生 就是雅富的官网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 请帮我把焦点新闻总共有几则 一二三四五六则 然后这个六则我希望呢 帮我把焦点新闻的里面的名称跟超连结帮我下载一下 那该怎么做 大概不是叫你用那个土法链钢 OK 也就是说我今天假如说我要写个诚 像这种渔情分析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 如果你不会用爬床 你用人工来爬这些资料 你要请多少人才能把资料爬完 而且你有关新闻相关的网站有多少个 你总不可能每一个都用人工吧 那要请多少人 渔情分析的话 比如说我至少需要把里面的标题 跟它里面的内文 通通把它爬下来 有没有 然后做 比如说人物的 声量的调查 那你才有大量的数据 可以做一些探勘吧 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快速的把这大量的资料呢 把它爬取下来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把刚刚那一题先完成 去抓取那个 抱着这里面的 并且存成一个TFT 那后面的话呢 再练习看看 如果你假设 希望 这个可能又更复杂了 因为你会发现 像 雅富的 网页 它其实复杂度又更高 它里面的原始码 看一下 那更不得了 它原始码 总共有 两千多行 OK 像这些 当然我讲过 你不用说一定要去观察它的原始码 你可以用按右键检查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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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